新冠病毒疫情不只造成全球死亡人数突破20万大关 在世界各地更是掀起了一股排华风潮 因此Admer Asia策略总监Selina特别教导华人 在面临仇恨犯罪时该如何处理 首先应该报警 这是一个最立即有效的一个自我保护的工具 那第二呢就是能够最好能够找到 能够有发声的渠道 在社交媒体也好 或者说是像去到我们的网站 能够自发的举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通过集体的力量 指导说在全国各地有哪一些地方 在发生仇恨亚裔的犯罪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网站呢 能够是寻求更多更广泛的一些社交团体 或者政治人物的背书的支持 希望从各个层面的形成一个保护网一样 让亚裔觉得我们是有支持的 另外呢能够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 就是对那些有仇恨亚裔情绪的人存在 他们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报道的话 他们就会知道仇恨犯罪呢 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违法的 会受到惩罚的 除了帮助预防 Edmer Asia也预计在未来提供 后续处理的相关资源 给已经受到仇恨犯罪伤害的亚裔 第一步完成了数据收集之后 我们哪一些信息可以帮助他们在受害的 这个心理恢复或者身体恢复过程当中 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 像你刚才说的这方面的话 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资源清单里面 加入心理辅导 本地社区的一些关怀等等 强调由新冠病毒疫情所衍生出来的仇恨犯罪 对亚裔族群来说将会是一场长期抗战 因此呼吁华人社区 善用仇恨犯罪地图和相关服务来寻求协助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